那首先今天會有這一講其實是因為 我要先立意揭露一下 就是我9月4號的時候已經進入唐豐正委辦公室了 然後其實在網路上跟線上其實一直都看到非常多人 對這個辦公室的批評 然後我進去辦公室以後 裡面又看到了一些裡面的一些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兩邊的資訊其實是需要交流的 那交流的原因其實並不是為了要 讓大家對他有好印象或怎麼樣 而是大家如果真的要批判先了解狀況 在批判的東西大家比較用得到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也比較有建設性這樣子 那首先還是先免責聲明一下 就是這是我短時間內訪談的結果 大概也只有一兩個禮拜 所以有可能是個很片面的東西 它可能不一定是全面的 所以可能有疏漏 可能在觀點上是有影響的 那這可能都導致觀點的偏頗 那這邊可能大家 可能大家聽完以後就是 就是在自己想想 或者這只是一個參考資料這樣子 好那首先其實 其實龐鳳在政委的位置上 它其實主要的業務有分三個 第一個是開放政府 再來是社會企業和青年事務 那開放政府其實是我相信 這邊大家比較關心的議題 那也是我比較關心的議題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訪談 其實我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那也問了一些比較多的東西這樣子 那再來在部會的部會 部份呢 其實很多政委 它都有督導的部會 像是張錦生 它具有非常多督導的部會 但是龐鳳是沒有的 因為這些相關的業務 目前其實是沒有一個 既有的部會可以承接 所以它也沒有督導的部會 那這其實也導致了 它能夠動用的資源 是相對比較少的 那再來在開放政府的部分呢 就龐鳳的觀點來說 這是龐鳳的觀點 它認為開放政府是四個支柱 一個是透明參與 以及克責案涵容 那龐鳳自己對這件事情的定義是 如果它只有參與 但是沒有涵容 也就是說 它雖然開放大家參與 但是它只有邀請 政府的特定人士進來 它不是邀請所有 那些有不同意見的人進來 那這可能就會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來一個是有透明 但是如果沒有克責 就是說 今天我資料開放出來了 那你依據這個資料 你如果對政府 或者是你把政府的施政文件開放出來 但是你對這個施政文件 你有什麼意見 政府它聽聽就算了 那這其實也是另外一種 形式的open wash 那所以它認為的是 這四個支柱 如果各自掃了這兩個支柱 就會是open wash 不過在上次的那個 TechFist上面 那個高嘉良 他是認為他不太同意這件事情 那所以這個地方 就先給大家做一個 簡短的一個說明 那 唐鳳在裡面成立一個最大的一個組織 主要是PITIS 然後 它的中文名稱很長 就是跟很多 什麼旅遊 什麼戲所很像 就是公共數位創新空間 那它本來的想像是 它希望可以在裡面 有一個示範作用的一個組織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使用數位化的東西 帶來一些新的觀念 可以給大家帶來怎麼樣的好處跟幫助 進而讓大家可以去接受一下不一樣的想法這樣子 那目前的話它的官網其實是 我個人其實也不滿意啦 就是它是一個英文的官網 那英文官網代表就是很多人其實看了也不一定看得懂 像我英文很差就不一定看得懂 然後它右下角還有一個翻譯米糕 但是翻譯出來常常是很奇怪的東西 所以也不是那麼好用 對 所以這其實是接下來我們要改善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官網 那再來PITIS它已知的業務呢 是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大家其實都知道 我們政府常常會有 你常常會問東西 跟政府問東西 說請問無人機什麼什麼該怎麼辦 那可能交通局它可能會推給其他部會啊 然後各個部會推來推去 然後這是我們傳統上 我們在NGO或者是我們從外界監督政府的時候 常常遇到的一個困境 就是各個部會可能認為這個東西不是它主責的 請你去問別人 那可是其實有的時候 另外一種可能的狀況是 各個部會它都管到一點東西 所以它會認為其他部分是別人管的 你不要找我 那這個時候你如果有辦法 可以把大家找在一起 一起來討論這件事情具有幫助 那所以Join的其中要點 有一點的修改 蠻有意思 就是它說 經過協調如果仍有爭議 就是說如果我推給你 然後你又推給我 那不好意思 那這兩個部會都變成主責機關了 就大家下次開會的時候 大家都一起來討論 就會避免這樣子推來推去的一個狀況 那再來就是它們有導入服務設計 包含就是整個資訊的標案的流程 有什麼改善的方式 然後可以更加包容就是我們現在新的一些不同的開發方式 那它其中這個PO會議呢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其實說穿了我個人現在看起來的觀察是 它是希望可以在PO會議上面使用一些新的工具 像我們現在很常見的Slido 然後像是使用Slido的投票機制 或者是各種機制 或者是使用像類似Slack的一個方式 讓這些人知道說 啊原來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溝通的工具 那當他們回去各個部會以後 他們就有機會成為各個部會示範的一個種子 那當然他們這個東西 他們有時候可能在裡面其實是需要一些上級的單位去支撐出一個空間 讓他們可以這樣做 那可是這邊的一個很大的困擾是 因為唐蓬並沒有主責管理任何一個部會 所以它並不能直接下命令告訴他們說 你必須要給它一個空間 它頂多只能給旁邊的人一些建議 跟主責單位一些建議 那他們除了案例分析以外 還有像是透過議題盤點分析表 那這是最近裡面的一個主持人叫張芳瑞 他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 那希望政府在遇到問題的時候 可以先透過議題的盤點分析表 他先去問這個問題為什麼會出來 也就是說Why為什麼會出來 以及去分析這個議題跟什麼東西 其實可能是相關的 他可能跟其他東西相關 但是我們只看表面不一定看得出來 那希望可以透過議題分析表 來讓他們早一點去了解這個問題 背後更深的脈絡 而不是專注在處理這個個案問題就結束 那這邊是一個案例 就是Facebook的購物詐騙的案例 那可以看到 不好意思字很小啦 那可以看到其實像是這邊主責單位 我唸給大家聽這邊就有消保處 消費者 交通部因為他管道快遞 Facebook的購買管道快遞 財政部因為可能要徵稅 那再來協辦的單位有經濟部 因為他跟電視商戶相關 然後公平會可能會有廣告不實 比如說草莓乾是不是廣告不實 然後再來呢還有內政部 內政部可能就是包含就是像詐騙的房子 這是警政署的一個業務範圍 那事實上這個東西其實牽扯到了六個部會 所以在過往你可以完全可以理解 為什麼這六個部會會彼此互推 但是藉由這個協作會 他會把這六個部會的人通通都找過來 一次就劃清楚全責 你到底是管哪一塊 管哪一塊 那我們彼此要怎麼樣互相合作跟建立窗口 這個時候會建立起來 那再來呢在議題釐清的部分 他們會用這個方式來釐清 這個綠色是民眾建議 以及限制是什麼 然後藍色是背景資料以及政府的回應 那透過像舉例來說像這邊 關於詐騙 他就可以指出政府他可以做什麼事情 他可以做哪些說明 那這個未來就會成為政府可以做來防止的事情 那像是商品未繳營業稅 他前面就有提到 他後面的做法就是有一些 比如說他需要進口戶戶稅 要由海關帶繳之類等等這些做法 那透過這個分析表 你就可以知道說為什麼政府要做這件事情 那可能就是因為營業稅的東西 那可能要做這件事情可能就是因為詐騙的關係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推這個小的一個動作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那這個地方其實有一些初步的轉變 一年的時間其實有一些初步的轉變 就是讓很多公家單位的人 他從單純的聽到說我要諮詢民眾的意見的時候 他可能以前直覺會覺得 你是不是要來找民粹來壓我 因為以前其實不少政治人物他容易這樣做 但是他開始會思考 是不是什麼樣的狀況下可以使用這個工具 那這其實是一些些的一些進步 那再來就是說其實有一點其實蠻重要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心得就是包含我在NGO工作的心得就是 我覺得玻璃心是這個世界推動改革非常嚴重的一個困境 就是有時候你只是要給個建議 但他就覺得你在冒犯他 他覺得你在毀滅他的人格 然後他就不想要理你了 那所以你可能要先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 然後他覺得說這件事情導入是 那你要是那個PIZZA R的可以去吃PIZZA 然後那個有素食的 沒關係大會 就是在飲料桶後面有三個素的PIZZA跟素的炒麵 好 那你要讓他知道說這個是安全的 而且確實可以減輕他的工作量 你可以避免未來有地雷會爆炸 就是有人會上街頭或衝進立法院 讓立法院不會助理不能上班之類的 對對對 就不會排斥 對 那另外在標案的狀況裡面呢 其實有成功的導入了一兩個案例 是使用敏捷式的方式來做開發的 然後而且已經做了一個Template 就是敏捷式專案的Template 放在國發會的網站上面 那這已經有人做了一些新的 但這邊其實還是要推 因為這不是政府 就是這不是那些接案的廠商很習慣的模式 所以可能還是要花一段時間 去讓他們去理解跟採用 他們 否則的話他們可能也會覺得這個是 增加他們工作量的事情 或者是他們不知道這個標案要怎麼亂 他們就不來接 那這也會導致公務人員不敢開這樣的標案 所以 這個過程其實還是需要一段時間去慢慢磨合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就是關於政策面的東西 一個是所謂的 中間有一個點啦 就是 但是唐鳳很堅持要把它練成連接 就是亞洲連接細骨 那不然沒弄好的話可能大家會以為是什麼之類的 對 那其實它跟以往政策產生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就以往政策產生 大家可以想想看 就是像馬鞍九時代的資金區 是可能總統想到一個 可能是行政院長想到一個 他就交給國發會的人 去幫他擬方案 然後去找委員 然後大家專家開會背書 然後就出去 然後在立法院不斷的闖關 那它這個做法是 他們先找專家來組成團隊 那這些委員他們是自主的提案 然後他們自主的提案跟討論 提出未來應該採納哪些應用的政策 之後 國發會再來接手 協調各個部會來做後續的進行 那這個是比較國家上位的政策 那我們國家還有很多東西 其實不一定是應用不一定是創新 它可能其實只是基礎建設 比如說頻寬的問題 那頻寬的問題就是另外一個叫做DigiPlus 就是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的另外一個業務 那這個地方它主要包含網路的建置頻寬 像我們現在可能遇到頻寬不足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它處理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開源的人才的培育 政府服務的數位化 以及城鄉區創新等等 那其中唐夢主要負責的 因為他跟國發會合作比較深 所以是政府服務稅化這個部分 那它主要調適的法規有包含 共享經濟的開放資料 還有數位金融這些東西 那就數位治理這些 那它的分組裡面主要是在數位國家 那其中有一點就是特別要提到的就是 就是唐夢說在之前 之前最高法院嘛 最高法院對健保卡 最高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對健保卡的各自利用 做出了一個判決以後 以往開放資料可能 跟個人資料是疊在一起的 政府單位會很直覺的認為 我的個人 他們放在我這邊的個人資料 我就直接開放 讓大家可以利用 然後所以就會 有人會覺得 可以販售那個健保卡資料 這種誤會 那 未來呢 會把它拆成 就是它要先去識別化以後 才會到政府的巨量資料裡面 那這個巨量資料 可以用來優化決策效能 那其中可以開放的部分 再拿出來 作為公開的開放資料 就是可以拿出來 然後不會影響到個人隱私的部分 才會拿出來做開放資料 所以它會 有一個更大的一個分離 那一方面 一方面就可以兼顧個人隱私和人權的保障 而不會侵害到個人隱私 那當然去識別的話 這個過程其實我相信 還是有一些爭議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可以直接繼續問唐鳳這樣 那再來 再來 再來在數位國家分組裡面 他們的做法跟其他組別可能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邊是唐鳳可以 處理到的部分嘛 那所以這邊的做法是 它有一個推動小組之後呢 它會找 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 謝謝 由這些學者組成一個專家團 然後一樣由他們提出了建議以後 再由政府機關這邊來接手來做 那這個地方也是由國發會來 國發會來承接 那在權力觀音上 國發會是高於其他部會的嘛 所以國發會的面臨其他部會 基本上協調 它可以協調其他部會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可以做的事情 那它的格式其實也是基本上也是類似 就是由這些顧問團自主的提出一些提案以後 再交由政府去執行 而不是由政府上位者的選舉上來的人 自己決定他要做什麼 就交給民間的去背書 那這是一個模式上非常大的不一樣 那這個過程也可以透過這些顧問團的組成來 容納更多的不一樣意見的人 那當然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那這個顧問團的選擇 是依據怎麼樣的東西來選擇 那這個等一下我就讓唐鳳來解釋好了 因為我忘記問這塊來了 對不起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大家也很關心的就是說 我們政府各個部會其實都有自己的資料庫 他們成立了網站就有很多自己的資料庫 可是這些資料的欄位不一定可以對得在一起 這個部會的身份證字號 跟我這個部會的身份證字號 欄位名字可能是不一樣的 儲存格式可能是不一樣的 這導致他們的資料不能弄在一起 所以接下來呢 在今年的六月已經組成工作團 那接下來會盤點和確認主題 那針對的是這五個 撲毅證、防救災、財稅、傷工和勞保 這幾個五大領域先嘗試著試做跟提出草案 接下來產出領域的資料的標準出稿以後 接下來就要導入各個機關 去把以往那些沒有統一的這些標準來做統一 那再來在流通的部分呢 就是他接下來他希望就是 所有政府部會的所有資訊標案 背後的資料都要有結構化的資料 那包含的並不只是政府的網站 對外公開的網站 還包含政府內部的服務的網站 這些資料都要結構化 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 時間到了 現在幾點 沒有 才二十分 好 宣布一下那個 抽氣的破搶團隊 抽氣的那個規格破搶團隊 準備到後面的這個 小地人做準備 好麻煩 還有工作人員 進行的網站 好 那我繼續 OAS是所謂的 Open API Specific 然後 它主要是導入3.0的版本 那接下來他們會要求在 政府的採購源頭 就直接納入這個標準 然後把資料做結構化 那接下來是 今年的六月是頒布規範 然後到12月會 逐步的修正 採購契約 以及輔導機關來導入 接下來之後 到明年的六月之後 就會全面要求 政府機關都要導入這個標準 好 那這是目前推動的一個過程 然後我們等一下兩點的時候 是那個 秋季一般這個破搶團隊的 規定 好 所以待會兒要幫大家 把 穿梯面 就是 在關懷的前面裡面 好 好 好 那我繼續 那之前還有一個很大的 concern 就是說 政府機關為了開放資料 他可能充量去充KPI 他開放了非常多資料 但是這個品質 是Quality是兩右不齊的 像是 我自己就曾經看過 他說他的資料是XML 但點進去他要你下載一個網頁 對網頁是XML 沒錯 但是我不是要這樣的資料 那所以接下來 他們會透過 出冊的方式用程式先去run一次 找出有問題的資料 然後接下來到 今年的9月 就是各機關要修正資料品質 以及 今年的12月會複冊 那最後就會 在那個資料品質上面打上章 然後告訴大家說 哪些資料是好的 哪些資料是很多人使用的 哪些資料品質是好的 以及哪些資料的品質是不好的 需要改善的 那接下來接下來就是兩個 大家就是社會企業和青年事務的部分 那社會企業的部分 其實社會企業 目前比較大的麻煩是 第一個是大家對社會企業的定義 每個地方的定義其實是並不清楚的 那所以這個地方會持續的 透過討論的方式來把這個定義清楚 以及另外一個擔心是有的人會說 他的企業是社會企業 但事實上他其實並沒有做那些社會公益的事情 那可能跟你說他收了錢 或去幫偏向的小孩子買便當 但事實上都是拿去發人事費 然後沒有做這件事情 那這可能是大家會關心的點 所以他們有推一個認證的一個做法 讓大家去 讓政府可以去公開的告訴大家 哪些企業 確實是社會企業 那大家可以去採納跟使用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的資料其實 會議資料和政策履歷都是放在網路上的 那以及青年事務的部分是成立青年諮詢委員會 那這個其實以前就有 但是他們這次是公開甄選 以及採納各個領域的人 然後當然每次的會議紀錄也都會釋放 那他的運作方式跟前面提到的那些DigiPlus 也是很類似 就是兩個青年委員他如果提案 成案了 然後他們就會交由部會去研議 看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真的去做 然後再會提交報告回來 上個月裡面會提交報告回來 告訴他他們到底是可以做還是不能做 原因是什麼 那大概是這樣 那會整一下目前就我看起來 唐豐自己對政務委員的定義是 院長跟部長之間溝通的協助 以及沒有部會願意做的時候 他會先暫時接下來 然後把它做到一個可以讓各個部會 自己持續下去運作的程度以後 他就交給各個部會去運作 那不是一直做 不是放在自己身上一直做 那也不是一次性的下很大的命令 讓大家跑斷腿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是唐豐他自己對這件事的認知 那他是唐豐剛的唐豐的說法是說 他覺得沒有人告訴他說 還有什麼其他的不同可能嗎 是不是 法律上 他覺得法律上是這樣寫 那當然 我不知道其他 我還沒有訪問到院長跟其他的政委 所以如果有訪問到 也許我可以再來跟大家講 那再來就是 跨部會溝通司令的時候 由政委來把這個制度建立起來之後 就讓這個制度可以去順順的運轉 那有的人會擔心說 這個東西運作以後 可能下面的人會遇到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比如說要求修圖把走廊修成紅色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各種很稀奇古怪的要求 那這個時候唐豐是認為他的窗口都在網路上 大家都可以丟意見給他 那他會把相關的資料 還有會議的組織稿丟給那些相關的一些長官 那不會讓這個提議的人的資料被揭露出來 那又可以讓長官知道說 這個狀況可能要怎麼樣處理 那當然他們接收到的資料以後 可能有不一樣的想法或反應或者是方針 那這個就因為不是唐豐主管 所以他沒有辦法下命令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最後就是 我為什麼會做這個 是因為我進去工作以後發現 其實內外的資訊其實有蠻大的落差 大家今天聽到東西應該會發現 其實政府雖然丟了很多滿滿的報告 然後PDs雖然丟了滿滿的逐字稿 可是事實上大家對這件事情認知是沒有非常多的 所以我只是嘗試用我的角度幫大家 summarize一下 那接下來大家可以站在這個角度上 繼續的持續的批判或者是監督 或者是給意見 或者是告訴他說 我們這樣的做法好像有點問題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風險 是不是有什麼改善的方式 那大家有一致的基礎的時候 其實給出來的建議或意見 其實會更容易有一個更好的結果 那這是我會做這件事的原因 那大概是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看有沒有人要繼續問唐鳳相關的議題 那如果說你發現唐鳳答飛所問可以跟我講 我幫忙翻譯這樣 半小時 半小時 你說 我問一下就是換院長之後 對 你進行的角色 好 你要拿著是不是 這樣好像被賭嗎 OK 剛剛的問題是說 換院長之後角色有沒有變化 在我們政委的分工表裡面 其實對我來講 這三個業務還是同樣三個業務 並沒有什麼變化 變化滿大的 我覺得是國發會的那個使命 有所擴充然後有所改變 因為剛剛大家看到這些 其實他執行的幕僚單位 80%以上都是國發會 那國發會之前 不管是法協或者是資管處 跟我在我入閣之前 都已經有非常密切的一些聯繫 那但是因為現在新的 這位國發會主委 就是之前我們的秘書長 那他對國發會的期許是非常非常深的 那又因為他之前是秘書長 所以對各部會的協調的能力 感覺上是比國發會之前的協調能力 還要更好 所以我覺得方向可能沒有什麼轉變 那油門有一種踩到底的感覺這樣 對 沒有關係我會複述一遍 那 因為我之前在U.S.當地單位 我們其實嘗試做很多人工資料 就是很多人工資料 然後我們其實在政策的需求上面 其實需要跳舞的資料 但是大部分人工資料做得很好 所以不好意思 對 其實我當然想 好奇想來 就是 在整個政府情況 這邊的陪伴 還有 這邊會去你要怎麼信心 包括是OS 就是 公務人員工資料的需求 對 對 對 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是說 政府所有第一線的標案 我們知道從 今年 開始 我們已經把它頒布層面規範了 然後我們也已經把採購契約改說 任何機關都可以 要求廠商免費 或者用極少的錢 就必須提供機器可讀的版本 那這些Wording都在那邊 但是機關到底要怎麼去使用它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我們才會有整整六個月的時間 是一段輔導期 那這段輔導期的做法 就是說 我們自己已經用OS 然後那個休息或廠商 對 請 後面移動 一段時間 然後 所以我們有六個月的輔導期 然後輔導他們來使用相關的這個條款 那目前那個條款是沒有強制力的 比如說 他要用OAS或者是不用都可以 但是條款裡面有特別提到說 你要用OAS的時候 你使用的價格 廠商不能夠給予太大的價格 對 就是說簡單的講就是說 好比說網頁 它一定就要是無障礙的網頁 它不能因為你要加上無障礙功能 收你五倍二錢 這樣子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把它變成機器可讀 或結構化資料 廠商也不能以這個為理由 去收機關不合理的錢 那但是機關不一定會運用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自己就是用這種 所謂前後端分離網站的方法 架了非常多的網站 包含PITIS的官網 然後以及就是我們果菜的那個價格 防救災等等 所以我們PITIS這邊大概25個人 裡面大概至少有20個人 有累積過這樣子開發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我們跟國發會合作 那有任何機關願意的話 我們就去那邊當講師 然後去甚至陪伴他們 去做完一整個案子 但在過程裡面 我們很注重的就是說 不是我們變成好像是我們來做的角色 而是像那個報稅軟體的重新開發案 那我們就確定說官貿的人有進來 然後財政部資訊中心有進來 承辦有進來 然後所有的上上下下的人 都透過逐字稿跟工作方的方式 來看說你在掀起導入這些東西 到底是怎麼樣 那目的就是說 這樣辦完一次之後 接下來可能不是綜合所得稅 也許是營業稅 也許是別的不同的稅種的系統 他們就可以自己去開發 就不需要PITIS 所以我們一直是一個賠利的角色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因為其他項目 如果我把燒船的緣號 緣號在這隻航程門牌 就是連接在一起 他們其實 這是一種 那種 它就是內部的資料成的東西 對 然後通通不斷 那 那這個嘗試 采訪在公園進去業務 我知道我會用這些資訊 平常我以前要升公 放箱可以變成什麼 你知道它 自動的話可以進去 所以這是一件事情 但是有些是來自於說 這個資料 在未來其實它可以 不同的想像 它不差基地也有多 比如說透明足跡 也是一個好例子 對 所以今天 我這資料 其實因為有不同系統的想法 在現代公園裡面 比較不會發生 我這個同時 就不覺得 能夠當到它的施政 能夠當它的公園 沒錯 所以 一方都會想透過 那怎麼在 這個培辦過程 你去走 在後面一點的時候 它有一點好 沒有想像 對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一部分 我們現在正在下一個盤點 去要求各個部會 去把內部有 已經做過資料盤點的日期 鎖影 以及它的欄位 全部都集中起來 接下來 院的資訊處裡面 就會有一個 名字不是我取的 叫政務大數據 的系統 至少先把這些 鎖影欄位的全文檢索 做出來 這樣子我們從院的角度 就可以一次看到 所有部會署 有哪些資料 是他們內部使用 這個都是不對外的 但是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如果看到兩三個部會 建了名字一樣 藍尾也差不多的系統 至少就表示 他們有一些整合的可能性 那也許在一些 跨部會的業務上面 像食安啊 這些業務上面 院就可以主動的去說 這些要變成我們接下來 決策的資料 那這是一個 但是如果這裡面 有牽涉到個資 其實部會是不會 願意跟彼此交換的 你剛剛講的 那個完全不會存在 對 因為只要它跟個資 甚至有一點點關係 那部會就會鎖在自己家裡 那現在的問題是 如果我這個部會 就是想要那個部會 一些有個資的東西 要來我的使用 但是我沒有這個法定權限 那它就勢必要 讓這個部會去識別化 那去識別化 聽起來就是 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什麼想要 那就把它想成統計就好了 就是說我要用這個部會 我要想出一套統計方法 我把這個統計方法交給你 那它可能是open source的 那是由這個部會 有資料部會來跑 跑完之後 把統計還給這個部會 那我想這個重點就是說 這個統計的演算法 它必須要是可受公平 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你不管什麼資料集 你跑完之後 你保障最小統計區 保障大家都 各自沒有被侵害 那所以接下來 國發會 就是現在這個大國發會 要出現一個 各自的評議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不是說 國發會 代行什麼職權 它是確保說 它在應用各自法上 法務部的解釋 以及這些演算法本身 都是所有部會的所有資訊人員 都看得到的 這樣我們才能形成一致的判例 這樣子 剛剛講到亞洲連結矽谷那個方案來講 目前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方案是 可以 就是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方案是可以 把矽谷的經驗跟它的專業 引到台灣 來幫助台灣的 因為我舉個例子 我曾經參與一個政府的那個發表會 然後它的方案就是說 在矽谷 我記得是在Santa Carla 然後它就設一個辦公室 然後它的方式就是說 讓獲獎的團隊 它就補助它兩萬美金去創業 但因為我們帶過矽谷都知道 兩萬美金在矽谷很快就燒完了 所以那個其實不太具體 我想請問 目前我們比較具體的方案 是真正經驗上面 我們有蠻多專案的 大概都是把台灣這邊的一些創業 到一定程度的 帶到美國的一些矽谷的加速器 或者一些Incubator去 那我們目前合作的 當然主要是Plug and Play 他們已經很大了 但是這次去也跟Boost VC 也跟Alchemist 也跟幾個大家有聽過的 應該除了Y Combinator之外 都已經跟我們TSS 有一些聯繫 那所以整個目的 並不是說把矽谷的人才挖到台灣 而可能是反過來 是說我們這邊有一些人 他已經想出現很好的主意 我們希望幫他們爭取更大的舞台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是讓他們有矽谷那邊的資源 那目前科技部也在 就是有大概35個博士後的朋友 他想要到矽谷的公司去 實際運用他的這個Apply Science 去那邊去工作 那我覺得很棒的就是說 我們也沒有特別做宣傳 也沒有買Linking廣告 但是事實上就是很供不應求 就是每個博士後 大概都有三四家公司在搶這樣子 所以我想接下來就會有 不斷一批一批的這樣人才 然後在那邊待一陣子之後 可能又會把他們學到帶回台灣 我覺得這個至少人才流動 現在看起來是還蠻多的 請下 這邊有一個問題想請教 我比較想要請教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的政府 當然都講說 可能叫分權 可能叫什麼 各部會其實它那個疊床 駕屋的狀況非常的嚴重 對 所以你就說明明有一筆不錯的預算 可是分下去之後 它就沒辦法很完整的去 把一件事情做完 我打個比方好了 像譬如因為我們是做觀光業 照理講 現在把我們的台灣的地貓地景 都應該要有很多AR的展現 可是縣市政府是沒辦法做的 這應該是中央一次做完 我們可以是整個去做行銷 對 我就覺得這個狀況是還蠻嚴重的 我不知道就是說 國家對這種的比較 怎麼講 有計畫性的 就是有step 1 2 3的那種 有沒有一個什麼樣的規劃 還有另外一個 剛剛這位朋友有提到 亞洲點矽谷 可是問題是我會覺得 像現在有一些政府 當然您剛剛提到的可能是新創 可是對業界來講 像現在工業局出來的東西 又是在POC 我是覺得以我們現在的數位發展來講 應該當然POC可能一些研發案是必須的 可是真的是到了業界之後 應該已經要到POS 甚至已經真的就是 要不然事先說 怎麼要打國際戰 這是沒辦法打的 我不知道您的看法 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我們目前您剛剛講的地方創生 的創新有兩個不同的機制 就是就像剛才宇昌說的 我們凡是應用層的放在亞洲連接系股 凡是基礎層的放在數位國家創新經濟 就是Digi Plus 那亞洲連接系股 它是一個非常top-down的 就是說業界有什麼想法 好比方您剛剛說 詩先生有什麼想法 他可以挑目前亞洲連接系股 遊民、智慧 提出來的物聯網、資安、人工智慧 自動駕駛、AVR、行動生活、 國際聯協、創新創業的 這七個題目之一 他只要是在這七個我們叫做 Special Interest Group 就是關心的這個群組之一 他就可以提說 好那我希望國家從上而下 邊預算 然後挑一個願意配合的地方政府 補助一筆錢去做 你剛剛講這種由上而下的實驗 所以目前已經有幾十個案子 在這樣子做 大概有大概9億元吧 智慧城市期間應用服務 那但是呢我們也沒有忽略說 其實有些需求是地方政府想到的 因為每個地方是有不同的 要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從地方政府想到的 那個就是在Digi Plus裡面的 智慧城鄉的區域應用 那邊也有一筆錢 所以我想這是兩個提案 一個就是說從業界已經組成一個 好比像說我們就是要做無人車了 好那這個是由上而下的 然後讓這個經濟部的科技預算來支應 另外一個是說 地方政府想要try一些中央政府 根本還不知道的東西 那尤其是像台北市資訊局 他們有很多很強的一些想像 那這邊是由他們來提案 然後由Digi Plus來執行 目前是這兩個 所以如果單純是業者的話 我會建議說 確實是要組成一個類似國家隊 用由上而下的方法做 不然就是你要找到相應的舉處 跟他們說 我推這個東西可以減輕你們的負擔 降低你們的風險 然後讓他們用智慧區域成鄉的方法來提案 目前有這兩個進路 這樣 兩個部分 第一個問題是剛才那個報告 如果宇昌等於在summarize 這一年多唐鋒就任政委做的事 那比較偏在國內 所以國外我想 開放社群都看到 你去了美國 你之前去了法國總統府 甚至前幾天去了哪裡 就是國外到底參加了哪些conference 或談了哪些事 而且那個對國家來說 其實想推動是什麼 好像還缺了這個面向的整理 然後第二件我想回到 比較上位的事情是 唐鳳成為這個社群裡面 在政府應該可能 目前是最高位階的人 那如果我們回到比較上位的藍圖 例如說 做書類的臨場會講 不管是比愛爾蘭 甚至我們會把艾莎尼亞當典範 所以我不知道會不會其實 具備一個更上位 三年五年十年 台灣可能實際上 我不知道Digi Plus 或者是你自己進去的時候 完整來看的話 它的藍圖是什麼 在你自己 Digi Plus就是你 你進去想做的事嗎 還是只是別人 規劃出那個事之後 你來執行 我進去的時候 Digi Plus還在非常非常早期的時候 那所以封面頁 基本上算是我寫的這樣 所以就是說 Digi Plus我想 它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做法 並不是我們的 要做的事有不一樣 而是我們做的方法不一樣 Digi Plus如果大家看封面頁的話 它封面頁很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跟韓融有關係的 就是跟最後一里 這個政府的那些服務 要遞送到大家面前有關係的 我們不是政府自己做 而是交給公民社會 我們是要跟社群 跟社會企業一起來做 這個是後面這個I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 同樣的就是在創新的部分 我們希望不是我們自己來說 就是說接下來兩兆雙星 或哪些產業要發展 而是讓實際做區域創新的朋友們 私部門的朋友們 來告訴政府說 哪邊擋到路 哪些法規要調適等等 然後可能是用 所謂的沙盒 或者創新實驗的方法 甚至業者說 我接下來六個月 我想要違反法規 我這幾個法規命令 我就是要違法 但是你不可以罰我 為什麼 因為我雖然注重到資安消保 但是我其他這個違法過程 我會寫成一個紀錄 讓所有人都學到東西 那如果大家評議看起來說 沒有問題的話 法規就要調整 然後這個新的業態就要出現 所以像這種沙盒的概念 會我們先從金融Fintech開始 但是那個立法院一過之後 我們其他的業態 也都要做完全一樣的 沙盒調適的事情 所以這是兩個跟以前很不同的 就是說 我們既不指導私部門 也不指導公民社會 這樣子 那政府到底還能做什麼 就是第一個跟第三個嘛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數位人權 我自己覺得這個很重要 也是為什麼我從12年 國教課發會 進政府之後 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教材教法 因為我之前在課發 我們寫的方法是說 所有接下來的教學 各科都要融入 就是ICT 就是資通訊相關的這個 Literature 就是素養 然後這個素養的過程 不是說我們教小孩寫程式 而是告訴小孩說 你懂Computational Thinking 你懂Design Thinking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自學 學到各種各樣的東西 所以老師不是教學生 而是跟小孩一起學 但這樣的問題是說 如果老師用了很多線上的 高頻寬的 互動的 遠距教師 VAR 或者甚至是AI 那但是只有城市的教室有 而偏鄉都還在用淘汰的電腦 然後都還在用 撥接的速度 那這樣很快就有兩個台灣了 就是這個貧富差距的 擴增的速度很可能是 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的 對 那所以在 就是Development的這個部分 我們很注重的就是說 不管是偏鄉的衛生所 還是小學 還是什麼東西 至少它的頻寬 投影設備什麼 它不能比大都市差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是 是我自己很注重的 另外一個就是 剛才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公務員如果他對一個東西 沒有第一手經驗 他做那個東西的政策一定錯 而且不是你在外面寫多少文章就有用 因為你看到那個文章的字 他腦裡根本冒不出正確的影像來 所以我們在做就是說 我們在內部 就我們現在看到AI 我們也許就試著 Machine Learning 融入這個決策的一部分 我們看到AVR 我們可能就把AVR融入公聽會 就是說我們想辦法把 我們聽到每一個關鍵字 都讓各部會的朋友有一個地方 可以看到說 這個東西用起來是這樣 這樣子他們才不會就是把政策 完全往錯誤的方向去想像 所以在這個Governance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希望說 我們在行政院的行政體系內部 盡可能用我們這種社群協作的方式來做 那大家養成一個在做什麼時候 讓其他部會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的這樣一個習慣 那所以這個願景其實並不是說 我們要變成像愛沙尼亞 變成像新加坡 雖然這些有Digital Service的國家 從英國開始到新加坡到法國什麼 其實他們的後面也都是 非常類似的一套想法 但是我自己覺得說 我在國際上的連結 主要就是說我們釋出一些東西 他們其他地方就可以去用 然後現在有一波工黨的選舉 不管是在英國或在其他地方 都說台灣都可以做V台灣 為什麼不行 這樣子就是說他們會變成 他們的政治訴求 那反過來講 冰島或其他地方釋出一些東西 之後我們就可以立刻拿過來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合作 它主要是在人跟Methodology 就是做事的方法的層級 而不是說他們那邊 有一個政策有一個亮點 我們這邊就要超政策亮點 不是在KPI的層級 所以你不會看到我在KPI層級 超什麼東西 大概這樣 那這邊我就想補問了 就是那這樣的話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其實像距離V 也是一個社群協助的狀況 但是就是很多專案會爛尾 那所以如果社群協助 導入政府會不會導致 政府採用這個方式 做的一些東西最後爛尾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說敏捷開發 它適用的就是說 你是想要試一些新的主意 你如果試不好的話 那還是有一個穩定的版本在 舉例來說明年報稅 會有一個跨平台的HTML5的 漂亮的版本 可是如果那個版本不幸爛掉了 你還是有跟朋友借Windows 然後放自然人憑證的 那個離線版可以用 就是說它還是有一個Plan B 我們不是說我們做一個創新 我們就要把本來已經好的 就已經拆掉 不是這樣子 所以重點是說在 降低創新的風險的情況下 容許公部門去做創新 那如果創新失敗了 都是政委的問題 如果創新成功了的話呢 因為有逐自搞 有完整的政策履歷 都是勇於創新的同仁的功勞 那這個就跟一般政治人物剛好相反 一般政治人物是說 有做的什麼都是政治人物的亮點 然後做錯了呢 記者都會找到哪一個這個承辦 爛掉了這樣 所以就是說 我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就是各部會的朋友們 都比較勇於創新 那創新是在一個比較小規模 可能五百萬以下的標案 而不是五億元的這個程度上面去做創新 我們並沒有要摧毀底下的這個基礎 我們只是在上面應用跟人民更貼近的部分 去導入創新這樣 那目前有創新失敗的案例嗎 目前創新失敗的案例 也不是失敗就是有拖一陣子啊 像是說 有一個叫做Internal Join 就是我們希望公部門的公務人員 自己在內部 組織起來一個自己內部連署提案 爭取自己權益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這個就不只是一個網路平台 而是說 它不需要到外面找五千人連署 它可以裡面三百人連署 就可以討論國旅卡 討論各種各樣的一個權益爭取的一個案子 那中間就是有很多 像一開始的籌備委員要是誰 要怎麼產生 就是大家都沒有做過類似的事情 所以就拖了很久 那後來我們就決定了一個方法 就是讓全國的公務人員 不管他是地方還是中央的自我舉見 所以就有兩百多個人自我推薦 寫了非常非常多的這個建議 然後我們用公開抽籤的方法 抽出九個人來當作籌備委員 那公開抽籤的做法就是說 那一天報名截止 我們用那一天內政部的出入境的人數的統計 當作亂數的那個種子 然後公開的去抽 這樣就保證說沒有人會做票 然後也不是我們能安插什麼人進去 但是因為這樣抽出來 當然就是九個互不認識 而且都在完全不同的機關去 這個學的事情也完全不一樣的人 那所以這個功力超然是一定的 但是就是說接下來這個怎麼樣去把它轉成是 他們對這個系統的想像 就需要開很多詞彙去磨合 所以我們本來以為說可能這一兩個月就會有一個雛形出來 但是他們現在就還在磨合說 這個系統它保命要到什麼程度 是不是IP都不可以查到 然後或者之類之類 就是他們對資訊科技有一些期待 那這些期待我們再去找廠商去滿足它 所以這個也不能說是失敗 但是它確實比我們預計的時間拖了非常久 但是像這種事情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就是繼續用正規的方法做 不好意思 就我想要請問就是 剛才有提到基礎建設那一塊 然後剛才主要教育的部分 提到的比較多都是在偏鄉教育的部分 但其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正規或義務教育的部分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怎麼樣培養出一個 符合將來這樣的人才 其實也算是數位基礎的部分 那現在十二年國教的部分 那你在這方面有特別什麼想法或是推動 那第二就是剛才提到沙河這一塊 現在就真的只有金融沙河的法案 那剛才有提到說 其他產業可能會相應的會有 那下一個產業大概會是什麼 您的預期想法會是哪裡 後面的那個我先講好了 就是說我們目前已經有一個 叫做Sandbox.org台灣的一個網站 然後在這個網站上面 其實我們並沒有去限制 它要是什麼行業 所以我們自己知道的 一定會有人提申請的 就是無人車 無人載具 這個是一定會有 那當然其他的就是大家來告訴我們 那所以不管是你要做支付 或者是你要做Fintech相關 或跟Fintech一點關係都沒有 反正看起來法規適用 可能有一些灰色地帶的 這邊都可以做收單 那這邊經濟部會幫忙去做法規解釋 就是你不用自己聘律師的意思 而且一樣會有一個判例 但如果真的需要調適法規的話 它會到國法會的法協來 那法協我們這幾天才剛做出一個 平台經濟的一個檢視原則 所以未來不管是Airbnb 或呼叫小黃 共享停車 共享洗衣 共享隨便什麼東西 只要它是平台經濟 它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外面要創新的人填這樣一個單子 裡面的部會填這樣一個單子 兩邊一比對就可以知道 馬上就可以合法 或者是要調整哪些地方 那在以前都是非常曠日廢時 而且每一案都不一樣 呼叫小黃可能這個承辦說合法 那個承辦說違法 對 莫名其妙的狀況 那這個狀況會消失 因為就是國法會法協會 把所有的判例跟調整的原則 在他們那邊去keep一個copy 那如果需要就是跨部會協調的話 也會有國法會來負責 所以這邊並不是我們說 我們就是指定幾個地方才有沙河 而是任何違反法規命令人 都可以進來這裡 好 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個就是在教育上面 教育上面我自己 昨天才去中山國小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老師自己 他要改變他的態度 因為接下來就是說 老師就是跟學生一起學 學生自己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學生自己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老師去陪他 這個我們在十二年國家 新課綱叫做一生一課表 就是把尤其是高中階段 等於把大學提早在高中發生了 選修 校定課程 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這個學校自己的課發會去決定的 所以如果這個學校說 我就是要學哲學 哲學是我的特色 那它就可以變成有這個特色的學校 但是我想大家最擔心的 就是老師跟不上的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反而延後一年實施新課綱 是一件好事 因為這樣子學校課發會才有去組織 才有去跟當地的一些教育相關的社團 才有跟當地的實驗教育的這個 community 合作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昨天我就聽他們說 他們已經都非常花力氣在寫十二年新課綱 進來之後他們要採行的新的教材教法 所以我覺得這些新的教材教法的傳播 是我接下來會很在意的 就是說如果在某個地方不一定是偏鄉 有人try出了一套 用scratch就可以教什麼東西的方法 那我們會盡可能的在教育部的這一集 就讓全台灣的老師都知道 或甚至加入到這個共學社群來 那以前的問題說 在教育雲放這些東西的時候 教育部自己找廠商做了很多東西 都不是CC授權的 然後找出來做出來的很多東西 也都不是open source 那所以我進來之後就是一直在洗腦他們 CC授權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就是說只要你花的錢是納稅員的錢 你買的東西不是開放的 這個真的說不過去 對那所以這件事情他們也非常的著力 所以至少在十二年國家新課綱 一上來的時候我們可能就會有一批 CC授權的教材教法可以去使用 那我們也很歡迎老師去contribute 大概這樣 因為我們剩十分鐘 我還是先剩十分鐘 所以我覺得還是想先 summarize一下 那我想問唐鳳就是 那你自己覺得 你當然認為這一年期間 你有犯下怎樣的錯誤 以及下面的PDES 或者是V台灣 你覺得他們是不是有什麼地方是 他們沒有辦法突破的限制 或者是其實可以突破但是沒有突破的 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說我們的整個目的是 讓公務體系 對公民科技 對社群 對大家的參與 不要有 fear and uncertainty doubt 就是不要有恐懼 不要有不確定 跟不要有懷疑 那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是很難一切之間改變 是因為很多專業事務官他們養成訓練的時候 還是在戒嚴時代或剛戒嚴的一個時代 所以就是對人民的態度 即使不是洪水猛獸 也是覺得是有民粹吧這樣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說有什麼錯誤的話 我覺得就是我剛上任的時候 沒有好好的去問過第一線的承辦 或事務官說 我現在要推行 好比像說所有的 預算的執行的 院列管的計劃 通通都上網 讓所有人這個打評論 然後大家都一定要回應 我們在Jone平台上面 所有院列管的計劃 都直接可以在上面看到 然後所有的法規命令 本來7天14天就生效的 現在都要在60天在上面 讓大家能夠踩油門踩煞車 轉方向盤等等 所以就是說一進去之後 我就是做這種非常痊癒性的事情 去讓大家知道說 這種參與Jone平台 它不是挑著做 它是所有的院列管計劃 都在上面 所有的法規預告案都在上面 所有人的連署案 你都要處理等等的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但是一開始我覺得 還沒有形成PO這個網路的時候 它也是有些後座力 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加重我們的負擔 提高我們的風險 但是又沒有給我們足夠的賠力 對所以我覺得 我一進去最大的問題是這個 那後來好在有了PO網路 就是每個部會有固定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 現在加起來可能五六十個人了 這些人他就是一起賠力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點 就是有一個 內部民主議會的感覺 我每次推這個東西 推太過去了 他們就會說 沒有這個要先賠力 才能實行 要先做什麼 才能做什麼 所以現在我基本上 我推行的方式 都是由這個類似共識決 的PO的network來決定 我就不會一時之間去推那種 加深公務人員負擔 但其實有沒有好處 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是關於我自己 那關於說 你說還有什麼 V台灣或者PDs 可以做 但是還沒有做的 因為我們在PDs裡面 是不下命令的 就是雨昌來 他說要做什麼 就是說你看到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所以基本上一定都是 可能我們現在做的 都是百分之一 還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事情 都沒有做 那我要求只是說 我們在做的過程裡面 我們不能反而讓事務官覺得說 年輕人不可靠 或者是說這個 帶來的都是民粹報名 或者是說 反而加深他們負擔 等等的這種 不好的印象 只要是在公務人員覺得 是減低風險 或者負責承辦的人 覺得是 他是降低他的工作的cost 降低他的成本 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就是盡量做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 才完成不到百分之一 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是可以這樣一起做的 那所以像 舉例來講 像有一個工讀生的專案 就是我們 會讓15個大學生 來這邊實習 但是他們可以遠距 就是訓練完之後 他們就回家 然後自己用iPad 用Mac 去用Safari開 那些用Safari開會變亂 但是用IE開 就沒事的那些網站 然後試著去找出 是不是改兩個 Metatag什麼 就可以修好 那像這種事情 之前從來沒有做過 所以這種實驗 也不一定會成功 但如果成功了 明年也許就150人了 所以就是說 我們會一直試這種 就算失敗了 我們只要解釋清楚 大家就知道 也不會太丟臉的事情 但如果成功的話 每一個都是公部門 跟民間的一種新的 寫作模式的一個開始 這樣子別的部會機關 也不用問過我 他就可以說 你看PITES做過了 我們這邊也要20個學生 做類似的事情 那這個在法令的解釋上 其實之前從來沒有過 因為他們講到見習 講到公讀 就一定是他要來 要給他一把椅子 要給他什麼東西 所以任何機關都只會用 一兩個缺 每一次都用不滿 但像我們這樣子的做法 一次就可以用100個 因為是遠端工作 那我們就想辦法說服 教育部清發署說 這樣解釋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已經 2015年V台灣 已經通過一個 遠距工作的指引了等等 所以就是說 我們每一次的try 都不一定成功 但是成功的都可以放大 大概這樣 季晨剛才他問的問題 我們來問最後一個 未來性的問題 就是 像芬蘭上禮拜 有新聞的例子說 他是民間的公司 然後區塊鏈 合發給奈米一個身份證明 我們知道有間 Ebra的公司 他去讓全世界 低收入國家的外勞 他可以用更低的成本 匯錢為他的家鄉 所以區塊鏈在台灣 他剛才講 未來慘烈 除了Fintech之外 你有看到任何公共行政 在資料授權上 甚至現在有任何的可行性分析 或規劃嗎 以及你覺得 也許在你任之後 五年十年 你覺得這個東西 在台灣政府 能扮演的角色 我覺得像我們 其實 Etry 就是工研院 已經有跟一個社會企業合作 去推公益責信 對 就是杜杜克 就是公益責信 我覺得區塊鏈現在當然大家 有看到炒作 然後這個 什麼ICU 什麼的那一面 但它也有一個 就只是一個一般性的分散式 你不用相信誰的資料庫 的這一面 它就是一個一般的技術 對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反而是可以去做的 尤其是在需要責信的情況下 責信的意思就是說 你有第三方幫你做一些事 可是這個第三方隨時可以倒 它倒了之後 你不希望這些事就消失 或它捲款檢討 而是你可以有一個公開透明的方式 看到所有人都在做類似的事情 我們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會把它當作任何一個 一般的分散式資料庫 一樣的去評估 那我們如果發現說 其實不需要這些property 我們在學術上叫做 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 就是說 算了 就直接去查論文吧 就是說 在這種錯誤情況下 還要能夠運作的資料庫 我們就會考慮區塊鏈 但是我們如果 其實不需要這麼高的 房錯的容錯空間 我們可能還是去用PostgreSQL 這樣子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一般的技術 我們不會為了去塊鏈三個字去炒作它 對 大概這樣 好 那應該也差不多了 所以就到這邊 那歡迎大家之後繼續交流 那之後我在PT4 我會盡量就是 每隔一段時間 我就會寫一篇blog 然後告訴大家說 裡面到底寫了什麼 而不是讓大家只有主持稿可以看 那 那也歡迎大家站在這個基礎上 繼續 我會盡量讓他們可以留言詢問 我會盡量讓他們可以留言詢問 我會盡量做到這個資訊同步的工作 但也歡迎大家繼續給予更多的指教意見 或者是比如說 假設你對資料自己有興趣 那你也可以提出來說 你覺得政府該怎麼樣導入這一塊 該怎麼做 那有怎麼做 其實我們接下來就 有一個比較好的基礎來做討論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